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在香港圈里并不缺少女神 比如张曼玉、李嘉兴、林青霞、关芝林、李立珍等等有名气的女艺人 就她们现在还可以 朱仔、余月圈、圆安 随着年龄的增长 并不是每一位女神都能延续她的美丽 比如一下十位港台女神的外貌 就在50多岁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有些甚至完全认不出 看上是美颜的女明星 是如何受岁月蹉跎的 在香港的资深女演员中 除了叶子眉之外 李志以她的好身材而闻名 除此之外 李志更与众不同 她是香港小姐冠军 所以她更出名一些 李志的主要作品有 双龙会 龙在天涯等等李志的外表 也属于这种妩媚风格 眉毛上带着一丝忧伤 上世纪90年代 香港独特的化妆技巧 完美地突出了她的气场和美丽 她穿着薄薄的旗袍 突出了她傲人的身线 李志有一次她和赌王跳舞 被众人传言将是赌王的第五任太太 此后 李连杰与前妻黄秋燕离婚 据说是因为李志 远安 年轻时的李志也是美丽优秀的女神般存在 离开圈子后也非常沉默寡言 似乎也不太注意保持自己的外表 婚后 她们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在过去两年中 偶尔会看到关于李连杰的一点消息 现在立志已经快60岁了 发际线和头发长度显然并不比她年轻时高 有点显朗 脸上很多的细纹 脸部松弛 瘦瘦的 没有了当年的模样 留下来岁月的痕迹 谈到张曼玉 没有人不知道的 可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太瘦有时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脸上没有适当的脂肪支撑 很容易变老 张曼玉也是如此 年轻时也被认为是一位大女神 她的代表作有甜蜜蜜花样年华 英雄人在纽约等等很多经典作品 当她年老时 张曼玉的脸显然不像年轻时那么完美 那么有棱角 而且她的脸看起来有点下垂 脸色有点拉黄 气色不太好 作为文明的 性感女神 叶子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她高傲的身材和自己的风格 尤其是与周星驰合作的情圣 叶子梅演技不错 令人印象深刻 她的诱人的身形 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其实 叶子梅除了身材出众外 面容也是一个标准的女神级别 她的小脸和精致的五官使 她更有魅力和几分天真 但也许是因为有着精致的面庞和身材 观众忽略了她的演技 在叶子梅高峰期 几乎锁定在性感女神 这个印象中 所以现在观众会想起她 及她的身材样貌 在音频上有着各种妩媚的叶子梅 其实是一个沉默寡言 天真的人 退出演艺圈后 她与骨科医生 吕希照一起生活了26年 到2018年 吕希照死于心脏病 叶子梅让出了男友全部积蓄 给了吕希照的前妻和孩子 叶子梅选择一个人在国外 过着独居的生活 54岁的叶子梅 已经退出这个圈子很多年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 已经失去了年轻的面容 她留着短发 一张老去的脸 穿着普通的衣服 完全没有当然的感觉 因为衣服保守而普通 没有了当年的好人身形 她似乎和正常的中年妇女 没有什么不同了 有人认为少美琪看起来老 在她年轻时 能感觉看到她老实的面孔 也有人认为她看起来很美 有一种秀外汇中的美 但毫无疑问 她在当时也是一位女神 她的代表作用创世纪第三类法庭 远安 由于少美琪很早就首次登台演出 现在很多年轻人 对她三四十岁之后的作品才有印象 而少美琪四十岁以后的表现 确实远远低于她年轻时的水平 可能由于患病 少美琪生活中穿着简单 大般质朴 目前她最大的变化是体重增加 从少美琪的外表来看 她脸上的肌肉和皮肤 显示出明显的岁月痕迹 本来原来的样貌显年纪 使得她的外表有一丝广场舞大妈的气息 与郑一剑分手后 今年五十六岁的少美琪在仍然单身 将近六十岁的年纪 她看起来与四十岁或五十岁时 没有什么不同 她经济生活很充裕 更不用说她年轻时拍电影赚了很多钱 据说郑一剑和她分手时可能留下了一笔钱 可能是因为觉得亏欠少美琪吧 郭可颖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 年轻时曾是TVB的明星之一 她曾主演过创世纪 形式真机档案等经典作品 郭可颖年轻时 相貌出众 演技高超 不仅有成熟和智慧的气质 而且长得像千金小姐 远安 郭可颖早早就退出了演艺圈 结婚生子 她的丈夫是林文龙 也是TVB的男艺人 婚后 郭可颖的全部生活焦点 倾向于家庭 根据郭可颖最近的照片 她已经50岁了 脸很小 有点消瘦 周文肉眼可见 评估感的 特别是颈部线条很深 有点显朗 完全没有当年 那种知性干练的感觉 许多观众都是从周星驰的电影中 认识张敏这个人 就是在李连杰出演的《倚天屠龙记》中 具有聪明和智慧 美丽和大气的 张敏 这个角色 跟周星驰合作过很多作品 比如赌胜九品芝麻关等等 每部作品都演技在线 张敏已经53岁了 变得更加的销瘦 给人一种不好亲近的感觉 跟年轻时的气质大相径庭 出生于香港的李启红 很早就获得香港小姐称号 年轻时一位清纯玉女 看起来很可爱很聪明 她的代表作神雕侠侣 绝代双娇 其中饰演的 郭湘 和小辣江 仍然是我们心里的经典角色之一 李启红在事业上升期 因为患病而不得不退出圈子 恢复健康 与袁杰影一样 幸运的是 李启红遇到了 对她非常好的外国丈夫 在丈夫的帮助下 她度过了难关 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因为她多年来都不注意保养 当51岁的李启红 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 改变了很多 不仅体重增加了很多 而且在穿着上 也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就像一个路人 袁杰影曾是香港圈内 颇受欢迎的女神 短发出演的连续剧 有一种引领时尚的感觉 饰演古装戏时 打扮有古代人的气质 非常漂亮 特别适合古天乐搭档的时候 是一对吸引人眼球的情侣搭档 袁杰影代表作品 双面依人 连正追击令 开心鬼 笑老江湖等 但遗憾的是 后来袁杰影一度厌实 体重减轻了很多 她的脸明显下垂 比同龄人苍老了很多 充满热情希望的一双美丽的眼镜 也黯然失色 身体消瘦的让人怜悯 让人感叹世事无常 李立真以她纯情的样貌和傲人的身材 在香港圈占据一席之地 无处不在的魅力 以性感出名 代表作开心鬼大时代的 李立真已经55岁了 跟中年妇女一样 体重增加 身材很胖很壮 几个月前 与同龄的温碧霞在一起 温碧霞还是像个女孩子一样 天真可爱 而显得李立真像一个大妈 皱纹明显 皮肤下垂 不精致地打扮自己 很随意 眼神中没有了当年的那种温柔 一代女神也逃不过岁月的蹉跎 以上几位女神中有一些身材管理不到位 有一些没有打扮自己 还有一些没有做皮肤护理 而才会和年轻时候的自己大不相同 但下面这位女神真的让人认不出来了 完全不同 提到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认识 对于大多数的七零和八零后 提到这部经典电影 不会有人不认识这个明星 他就是饰演妾女幽魂王祖贤版中的 小青 而出名的薛芷伦 年轻时候还是很漂亮的 不输王祖贤 之后在事业上升期 嫁给了富豪马青尾 现在他的长相完全是 面目全非 很明显的整容痕迹 很大的变化 下巴和鼻子很尖 眼睛很大 脸部不自然 在网上迎来了一大波人的吐槽 晚年弄成这样像个女蛇精 薛芷伦也曾出来澄清 说自己患病 靠药物治疗的时候 是她的脸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真是假 望明持不同看法 谁都会有年轻漂亮的时候 暧昧之心人皆有之 但是随着岁月的增长 梅会消失 不要有遗憾 这是不可避免的衰老 不可违背的自然现象 既然然是不可避免的衰老 不可避免的衰老 不可避免的衰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